剛剛重點,第一個你要懂的定義名稱 把範圍改成開獎101這個名稱 第二個利用count if函數 去算說那個範圍裡面的1號出現的次數 再除以全部號碼的次數 然後你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102也OK了 那格式呢,我目前我們用的是 常用裡面的這個增加小數點跟百分比 可是如果啦,剛好你們老闆想說 因為他自己習慣什麼 他可能想說,我不要這種格式 這種格式我想要看到的應該就是 1萬次出現幾次,我可能覺得比較親切一點 1萬當分母 它的次數當成分子 他應該看得懂吧 一個斜線 有沒有,1萬次出現幾次的意思 他說你幫我做這樣格式啦 我覺得這樣比較親切,我比較喜歡 1萬次出現245次的概念 有沒有,1萬次出現188次的概念 那怎麼辦 所以哦,如果假設你要改成不是百分比 那你可以這樣做啦 就是 直接在這個B1上面按右鍵 除了一個格式嘛,因為那個是一個格式啊 那目前我們是用百分比啦 可是我要把它改成分數 分數 分數裡面的話呢,我們是以1萬次為分母 可是你會發現哦,目前在那個格式裡面的分數啊 只有一個叫以100為分母 還有以10的,10當然更小 那也沒有1000的 你說那老師沒有 沒有100 沒有1萬耶,只有100耶 那怎麼辦 OK 其實很簡單啦 以後哦,如果你看到說 有一個接近的哦 你要去修改的話 很簡單 只要 先點分數 再點接近的 再看到有一個叫制定 制定這兩個字有沒有 制定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針對比較接近的格式的規則 再去做修改 怎麼修改哦 OK 等一下,當然你們可以猜得出來 點一下制定哦 我先點這個 分數 再點接近的 最接近應該是以100為分母 再點制定 你會發現呢 剛剛100為分母的公式 這應該叫做格式的一個公式就出來了 然後你會發現他的分母是100 那如果你要改成1萬怎麼做 加1 1萬啊 1萬 加2個0嘛 OK 對嘛,你們應該也猜得出來 對,所以 加了2個0之後按確定我看一下 有沒有,1萬次就出現245次 嘿嘿 所以以後沒有那個格式沒關係 記得點一下制定 再改成你要的樣子就有了啦 所以以色列裡面沒有什麼格式沒關係 你通通都可以制定 但前提你要找個比較接近來改 OK 那底下的話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 這個怎麼辦 這個就是先刷一次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向下填滿也OK 那這邊一樣再刷一次 把這個合計改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這樣的格式好了 至於哪一個看起來比較容易理解啦 其實每個人不太一樣啦 所以你習慣用百分比也許你用百分比 可是主要還是針對看的人啦 所以以後如果老闆說哪一種格式 反正你就照他的要求給他就好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什麼 rank.eq啦 rank.eq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就是他這個 一個是他的他的合計 一個是他全部人的這個數量 然後他在這個範圍之內他排26名的意思 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這個是他的這個 這個加總的結果 那這個是全部的號碼的加總結果 那一比之後呢 他是排第26名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結果做完之後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再做幾個VBA的層次 所以哦 這個後面其實還要再寫 總共有六個號 六個按鈕的VBA 那其實就一對對了 這兩個反正就是有一個 就有一個清楚 有一個有個清楚 那首先如果我今天希望 寫一個那個什麼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四個欄位 那可能就是做這麼多動作 我希望寫個按鈕按下去全部清掉 那再寫一個按鈕按一下全部又顯示出來了 OK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第一個一樣 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這應該沒問題了 開發人員 第二的話呢 開發人員裡面怎麼寫 那我們需要寫一個 按鈕叫樂透彩 那一個叫樂透彩清除 那一個叫樂透彩清除 來自太Enter一下 打完之後 Sub名稱 直接Enter 它會自己幫我們加瓜糊 字太小的話呢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放大12號字吧 至少我覺得 不然它字太小了 12號好像感覺還是太小 再把它改成 14左右 OK 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怎麼輸出呢 所以跟他講說 我要跑個回圈 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所以一樣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第二列到第43 因為有42個號碼 43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 這個是 B2 B3 所以有 2 應該是2到43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打一個SELS 除塵格 哪一個除塵格 它會變動 所以是I列 的B欄 OK 然後這個除塵格裡面呢 就放一個公式 公式的話 先前後加雙引號給他好了 那一樣的道理 這邊一樣是C D1 公式幾乎一樣 所以直接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這個再改成C 再貼一下改成D 再貼一下改成 C D1 所以這邊改C 這個改D 這個改E OK 其實如果呢 後面是雙引號的話 空的嘛 那就清楚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一段 先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其實這個就清楚啦 是 為什麼有Next 因為4 底下一定是一對的 有4 一定要有Next 它才會有點像是 它會先抓2嘛 它跳到這一行都是Next 它就跳回去 有點像一個彈回去的那個概念 它就會變成I變3 跑完之後到Next 又彈回去變成4 那一直到43 它 它看到43 43下面還有嗎 沒有了 所以它離開了 所以Next 有點像是一個機制 讓它繞回去的機制 OK 大概 記得一定有Fall就有Next 這一定 你不可省略的 OK 好 那清楚有了 不過我建議你現在不要按清楚 因為清楚裡面公司就不見了 那你怎麼辦 你後面這個怎麼參考 所以記得 這個樂透彩後面的公式 就是可以把這邊的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再貼到這個B藍的後面雙引號 有沒有一個嘛 然後再第二個 第二個一樣把它複製 記得一定要先按取消 不然VBA貼不過來 記得取消嘛 複製完之後貼過來 所以總共會有4個公式 取消 貼過來有沒有 這樣就把公式貼過來 但是現在呢 如果你執行它的話 它一定會 變成 怎麼講 全部都變成第二列的 因為它這個 執行 它現在應該就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最後再加一個變數 I就可以了 你會把它直寫 這邊 忘了改 這邊那個樂透彩 清楚 這個下面那個叫清楚 清楚後面的話 就不需要加任何的公式 但如果你現在讓它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會跑 可是每個都是A2 每個都變成什麼 一樣的 這邊變 怎麼都變一樣呢 因為 你必須要把下面 這個A2變A3 A3變A4 所以呢 必須最後一個動作怎麼樣 把這個A2的2 有沒有 A2的2 B2的2 跟D2的2 改成I就可以了 把I放進來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個口訣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I這個變數 放到一個字串裡面 然後 AND前後加空白 那你做好一個之後 其實你就不用再做其他 我的習慣是複製它 然後把它貼到下面的2 A2的這邊 2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上下長一樣 那這個2的話一樣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不要貼 要貼準 那這個2也是一樣 反正就是 A2 B2 C2的2 還有D2的2 通通變成I就可以了 好寫完 有沒有問題 試試看就知道 所以呢 只要沒做錯 你一執行 就全部出現了 也應該沒有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剛剛 基本上就是 嗯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然後在這邊先插入個模組 模組一定要 然後在Sub Leto才Enter For I等於 第二列到第三列 Enter兩下 一定要Net 這個固定一定要 OK 然後BCD裡面貼公式 最後的話呢 記得喔 把A2改成這個 一個兩個 然後這邊是B2改一下 Enter 這邊有沒有 只要不要改錯啦 理論上應該跑出來 應該絕對沒問題 當然就是怕說有一個萬一啦 OK 對喔 那清除的話 實際上就是拿上面的把它 複製下來 這樣程式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雲端白板上也有這個 這個程式喔 那最後呢 你再把它插入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什麼 樂透彩 所以這邊樂透彩 所以這邊樂透彩 按鈕我們之前做蠻多啦 我直接快一點的把它做完 然後一個是樂透彩清除 一樣我是拿這個按鈕複製它 然後拿它貼上之後來改 改的方法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它叫清除 重新點它一下 它名稱一樣複製 把它改成叫樂透彩清除 OK 完工 按一下清除 OK 按一下樂透彩 輸出 沒錯 OK 試一下喔 這個是我們延伸把剛剛的 這個公式把它變成VBA的過程 OK 那這個公式雲端白板上應該也有啦 所以你們要參考的話 可以再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裡 第三頁 其實就在這裡 這兩段 一模一樣的東西 OK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好了 OK 嗎 你們